最近电视剧《长歌行》正在热播 想比女主迪力社八倍骂惨 赵露丝饰演的乐烟公主却意外的收获了好评 青春林洞憨憨哭哭包的公主人设 蠢萌蠢萌 与刘玉宁饰演的好都 被网友称为娇弱小白兔公主 和她的冷面大灰狼侍卫 这当观众开始对赵露丝改观的时候 网上出现很多女一男一男二 都要跟赵露丝的女二组CP的声音 这出戏好像有那么似曾僵实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一出拉踩碰瓷的戏码呢 毕竟这可是有前车之鉴的 赵露丝更是被网友评为也不红 倒是爱蹭 就在几个月前 赵露丝是隔三差五的上一回射搜 后来更是一天要上三五个 热度倒是蹭蹭的涨 但口碑是直线下降 被很多网友评价为绿茶茶艺师 其实这样说赵露丝还真不冤 先是网上流传出一张赵露丝表白肖战的截图 随即引发了爆炸性的舆论 内容就是赵露丝发泊喜欢你 还爱特的肖战 虽然赵露丝还只是小范围内活起来的小花 但架不中另一位主人公火呀 而且当时正是肖战不方便出来回应的阶段 粉丝也处在折服期 不敢轻易出来撕 给自家哥哥惹火上升 不过吃瓜网友见多了这种套路 再加上两位确实流量相差巨大 只认为是一场惯用的炒作套路而已 按照接下来的走向 赵露丝工作室出来辟谣后 这出戏就算是完结了 可要不说赵露丝被骂一点不冤呢 第二天就又来回应了 没有伤害任何人 所以不该不开心 文案是委屈的 配图是欢乐的 但转发评论点赞的数量 是火箭一样上涨的 于是赵露丝又再接再厉 发了两条微博 言辞间自己很惨 自己是冤枉的 网友更是送上了顺口溜 绿茶人绿茶魂 绿茶没有伤害任何人 网上舆论这么不利 是个聪明人都应该知道要收场了 但赵露丝偏要反着来 在接下来参加一场直播带货活动中 赵露丝突然在直播间 Q了绿茶 可想而知 又是一场热搜讨论免不了了 虽然这都是负面的 但确实流量起来了 热搜更是一个接一个 一向喜欢凑正道的余政 当然也没落下 他一有所指的发了一张 清炒绿茶图 还配上了文案吃瓜 在吃瓜网友都涌过来的时候 说其他人都是被害妄想症 随后这场战线彻底被拉长 围绕着赵露丝山余政微信 团队称只是关闭朋友圈 来来回回 但余政毕竟是老前辈了 一篇小长文凤上 看起来从头到尾都是在夸赞赵露丝 但自理行间的缺心眼团队肯定也想做好 但没摸到门道 彻底给赵露丝这件事定了信 就是一出自导自演的炒作营销 其实肖战已经不是与赵露丝 扯上关系的第一个人了 直到现在在网上搜一下小赵露丝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通告 其中很多都是夸赞赵露丝与赵露丝都是圆脸 甜蜜可爱挂的很有观众员 是下一个赵露丝的接班人 看多了 不仅粉丝反感对方碰瓷 连路人网友都快看不下去了 流量的水既能载周也能负周 不仅观众反感这样刷流量 就连官媒都下场了 CCTV电视剧就出来发表一篇评论 蹿出来的热度能维持多久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赵露丝 但句句所言 几乎就差把名字招告天下了 赵露丝这回也是真的安静下来了 说到底这些都只是一时的热度 作为一个演员 要想走得长远 还是要有自己的作品 赵露丝当初能够崭露头角 靠的也是作品 赵露丝出生于1998年 他活起来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年轻了 自然清新 可爱俏皮的甜美 也被很多人看好 这类型的艺人 天生就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哦 我的皇帝陛下里 她是精灵古怪的洛飞飞 机智聪颖 还时不时的说一句东北话 让观众也是很稀奇 这部剧让更多人认识了赵露丝这个演员 觉得她真是可爱 脸圆圆的很是亲切 后来传闻中的陈千千成功爆火 每集都有破译的播放量 距离女泽男背的新影设定 让人眼前一亮 赵露丝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九五花 她饰演的陈千千 娇憾灵动 活泼可爱 许多观众直呼上头 这是赵露丝第二次以古装剧的角色 走进观众的视线 她在活泼搞怪这条戏路上 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入行仅仅三年 三部戏就从配角演到主角 还成功挤进小花行列 这样的速度已经是九五花梯队里 上升速度很快的了 但出彩的角色也限制她的戏路 很难去尝试更广泛的角色 我喜欢你 赵露丝塑造的顾胜男 也是这一类型的角色 神经大条又无比机灵 这部剧也有不小的热度 而且有传言说 赵露丝成功与谈讯签约 以超低价打包了五六部剧给鹅厂 而鹅厂会给她不错的资源来捧 当然这些看起来是有点可信度的 赵露丝不仅在长歌行中演了女二 而且还与洋洋搭档且是天价 这部戏最开始定的就是赵露丝女主 也很早就官宣了 不仅是鹅厂的S加古偶剧 而且原著小说还是个很大的IP 女主的人设也很好 家国天下江湖武侠 无拘无束又武功高强 爆出来的路透服装造型都很是飘逸 只要剧本不乱改 热播应该不成问题 这样来看赵露丝未来的星途应该是一片大好 只要赵露丝能够把重心好好放在演戏上 成为流量小花也是有可能的 演员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职业 就像老戏古王静松说的一样 因为离鲜花和掌声太近容易陶醉 因为离取光灯和光环太近 容易迷茫 所以演员要懂得谦卑 好好磨练演技才是正道 别让虚幻的流量泡沫困住了自己 别让自己多年以后大家努力回忆 才能想起那个传闻中的赵露丝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了